今天教你一個任何新手小白都能學得會的一條龍的魔術 哇真的嗎 是不是聽著很吸引 對 好第一步我們可以把所有的牌把它可以打亂 你看亂七八糟雜亂五張 然後我們找出13張同一個花色我們就可以開始表演了 你隨便幫我切一切牌 切幾張都可以隨便切 切什麼 底牌什麼 3 3是不是 3是 3是 THRE3 對不對 對 THRE 他就可以找到一張A THRE 他就可以找到第二張 THRE 你看發現他會有規律的一張一張跑出來 THRE THRE E 5 THRE E 6 THRE E 4 THRE E 8THRE 9THRE 10THRE THRE CHE THRE E Q 還有一張K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一條龍不就給我們找出來了嗎 沒有任何的手法 鏡頭前的每一個人你都能學會 那 時間很寶貴點贊就當學會這個魔術真的非常有意思 因為太容易了 其實一開始我們要準備一個排序我們需要提前準備 那麼排序呢就像現在這樣啊各位你們怕忘記可以結一個圖好嗎 那麼接下來呢當我們做好這一切的準備之後我們可以去洗牌給觀眾感覺我們在洗牌但實際上我們只是上下的把所有的牌交換給觀眾產生一種錯覺感覺我們洗了牌但實際上所有的牌呢它的順序都沒有亂但是一定要記住我們要將黑桃巴一定要放在這上面的 底部所以當我們找到他之後把它給分成兩半放上去保持著這張8在最底部的位置就OK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表演了把所有的牌反過來啊這個時候讓觀眾隨便的去拿啊他比如說拿到77的話他的英文是什麼呢seven7OK那麼如果他找到的是一個我們在隨便切一切啊如果他找到的是一個jackjackjack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他找到的是ACE就不行了因為 然後ACE只有三個字母剛剛我們表演的這一切的規律呢他都是基於必須要是四個字母或者是五個字母啊取個例子啊我們來演示一遍比如說剛剛我們像我們切到的7的話是一張7這個時候呢我們只需要把這張7把它給反過來放在這裡剩餘所有的牌放上去我們就可以開始表演了問觀眾7的英文怎麼說他會說seven7這個時候我們就一張一張牌的往下面seven7 他一定會是一張1百分之100各位百分之100繼續seven他一定會是一張2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規律seven一定是3seven他一定是一張4好所以呢當我們找到這樣的規律之後你只需要不斷的去重複這個步驟 那麼所有的牌都會按著順序一張一張的出現各位記住 少於三個字母是不行等於三個字母也不行有任何的問題大家可以在下面評論區問老師跟我學魔術稍走點彎路 會模仿發吧